新版Sona的通道条新增了两个功能 动态发送和FX对战 两者优化了插入和发送功能 以及快速访问和添加了新的菜单选项 让我们来快速浏览一下 想象一下 在工程中有着非常清晰的线路走向 试图以及充满创造力的工作流 是多么潜意的一件事 最新的Sona软件为用户提供了这些便利 以及更多 就从选择一条音轨开始 比如这条Base音轨 对战效果器表示创造信号流 以及完全控制音轨的插入 开始前先检查一下菜单选项 左键点击效果窗区域的添加图标 或右键点击效果窗 现在我来操作音轨上效果窗中的效果器 看看效果窗区域如何来动态调整 以适应插入的效果 效果器整齐堆放表示正在创建的效果链 我们来听听看 若要改变信号流 我们右键点击效果器 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其他效果器 或者在效果窗中选择一个效果器 并上下拖动对效果链重新排序 要直通效果也非常容易 效果窗中效果器在左侧有一个直通图标 只需点击即可实现开关 每条音轨也有一个全局的直通按钮 可以一次直通效果窗口中的所有效果器 插入右侧的下拉箭头可以访问该插入的选项菜单 全新的动态发送也是一样的好用 每条未使用的音轨会变灰 表示没有背路由 要创建发送 则右键点击发送或左键点击这里的添加图标 选择插入发送助理 即可开始 这里我们创建一条新的总线 我们将它重命名一下 选择需要的效果器 现在可以看到新总线位于总线区中 对应的音轨发送不仅激活了还被加上了标签 每条音轨发送都有推子前和推子后选项 电频和声像控制 接下来 持续在音轨发送和其他音轨上简单重复此过程即可 你会看到音轨动态适应混音过程 使用动态发送和效果对战 Sona让整个工程的组织和创作更加容易 要了解更多 现在就在新版艺术家版 专业版和白金版系列软件中用用看吧